从平地出发 途中翻山越岭 得经过一个多小时车程 才能抵达山下的努尔达伊 位处偌大平原间 强震后至少5000栋房屋回损 三月初四季震灾团连续关怀三天 这次顶着十度以下的低温 再度造访 优美山景环绕 谁又能想象到 就是这么一块葱绿的大地 埋葬了数千人的生命 因为世事总是变化莫测 就好像我们其实也很难能够想象到 在这样的一个世纪的一个大灾难 有这么将近12个省 能够在同一个时间经过这么大的创伤 这不只是土耳其人没有办法想象到 连我们自己 我相信全球的人应该都没有办法想象到这样的灾难 一夜大雨后 天气总算放晴 但冰冷气温依旧 全身忍不住发抖 抵达正中心 眼前这一大群人却不会风寒 我们本来有7700个名单里面 有一千多人事实上是联络不到的 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再一次跟他们联络 看他们是不是还能够来 所以今天才会有大概1700多位的名单 最后经过了各种的协调之后 确定还可以再为这些叙利亚灾民做一次的发放 希望做到一个都不少 18号这场发放 就是在这样的不准之心下 重新训员穆尔达伊 情欲无阻 关怀备置 却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得尽 一点串翻译才突破语言障碍 这对父子的困境 脚下鞋子还是爱心人士送的 加上刺激乌斯卡 这段两公里之远的路徒步而来 生活稍有的着落 跟着他们一路往回走 也目睹这番光景 灾后将近一个半月 进到诺尔达伊城镇里头 整体拆除速度相当缓慢 许多高危险性围楼依然触立 视觉上的震撼 深刻感受强震当时的惊心动魄 这次地震其实很多地方 比较老旧的建筑物其实倒塌的 可是新的建新的桥梁 新的建筑物可能是 还能够承受这样的耐震度 重建日期再何时 没人能说得准 但坚证的民族性 在各界爱心浇灌下 相信很快就能雨过天晴 带来新闻消质节 简宽与自成 土耳其报导